謝謝書記長 我們請這個張 張部長 請前進部張部長 張部長 我現在幾個這個 我們來做這個 解釋一下 行政中立華 這個剛剛你特別提到說 只要是心痛 有點心痛的 他本身就必須要 政府心痛就需要受到這個 行政中立華的這個嚴肅 那我現在請教 請教一下行政中立華 我們雖然已經立法完成了但是 行政中立華有關的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如果 到候選人的服務處去 幫忙 算不算中立啊 沒有受到這個約束 下班以後啊 上班時候不行 其實這個法 有修沒有修都沒有 都是一樣的 你怎麼中立啊 當然是下班以後啊 上班的時間就不能 都不能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離開他的這個工作崗位 當然他上班的時間就不行 所以下班了以後 他還是受到這個 還是到他這個候選人的服務處去 那等於這個行政中立法 就沒有用嘛 他怎麼中立嘛 其實行政要中立 真的非常困難 你說我現在幾個例子來講 現在政黨政治嘛 政黨政治你說一個政務官來講 政務官來講他要中於政黨嘛 中於他的老闆 中於他的政黨嘛 那中於政黨 他政黨的這個決策 他政務官他能不尊重 他政黨的這個政策 他的這個決策去執行嘛 不可能嘛 對不對 而且 對於這個 政務官的這種約束 好像不在中立法 行政中立法裡面 你們現在一直 他們有一些行政 這個政務人員 他們認為說他們是政務人員 所以他們認為說 他們不需要受到這個 行政中立法這個約束 那其實這個觀點的問題 我現在請問一下 政務官他是一個決策者 一個有決策的 所以在中立法這個部分裡面 事實上不是很完善 說真的 我說未盡完善的地方 一個有決策 對政府政策有決策的人 不需要去受到 不需要受到行政中立法的這個約束 不必要 不需要受到行政中立法的這個約束 環島是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 他呢 廣義的公務人員 包括臨時的公務人員 連這個願譽 約聘僱的這個人員 他們都必須得到 要收到行政中立法的這個約束 甚至於仁政中立法 連候選人 我現在舉個例子 連候選人 候選人要在這個公告 抵蔑時間 公告開始 就不能ource 不能進這個公務單位去敗票 對不對 就不能進到公務人員去 公務單位裡面去敗票 但是對於現任的 現任的首長來講啊 他本身就在那個地方啊 對不對 他本身就在那個地方 在那個單位裡面服務 他那個鄉村市 或者是縣市首長裡面 這個縣政府或者是鄉村市公首 他本身就在那個地方上班 然後難道他不可在那個地方 對 對不對 我給你報告一下啊 因為行政中立法 當時我們當時在建這個定這個法則 他規範的範圍是常任文官 沒有包括政務官 那政務官的有關各種行政中立有關各種事項 是在政務人員法裡面 那麼如果按照政務人員法 我們現在目前這個草案已經在中央大量審查 如果是跟政治任命的有關政務官 當然可以從事有關政黨活動 這是在政務人員法裡面 那他要不要受到行政中立法 沒有 他是另外 行政中立法規範行政人員 我知道 現在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說 他本身是政務官嘛 但是他的前者是一個決策嘛 對 好比說行政院長來講 他是政務官嘛 對 政務官 對不對 那習政院長 所有統籌的國家的這個大政國家的這些 這些這些決策都在他手上 然後他不需要受到行中立法的這個約束 這個不公平吧 我們在政務人員法裡面就規範 沒有錯啊 但是以目前來講 這個本末導致嘛 一個最大有權力的人竟然不受到約束 對不對 那好 你說 我現在請問你 這個又是一個解釋啦 以一個名義代表來講 任何層級的名義代表 他本身也不是公務人員啊 他只是候選人而已啊 他是候選人他本身就有這個權利啊 因為他本身候選人連政務官的 連廣義的這個政務官都還沒有形成啊 對不對 他本身是候選人啊 他要受到這個約束嗎 這個在法律上會有問題啊 對 是有問題 對 我跟吳遠報告啊 因為行政中立法 我們最主要是兩個本意啊 第一個就是我們就規範有關 一般行政人員 公務人員 他不可以動用行政資源 從事有關各種政策 第二個 沒有一個行政所長 沒有一個明顯的行政所長 不會動用行政資源啊 我們講的比較坦白 像現在哪一個 你自己也相當清楚嘛 他動用資源不行 哪一個行政所長 不會用他的行政資源 來幫他自己呼險啊 現在明年要掀起的事情 或今年年底要掀起的事情 現在齁 現在要升個這個燕霞市 明年要掀起的 明年要掀起的 我們不是把錢用光 把什麼用光 甚至於齁 甚至於我這樣講 有某些鄉政事啊 第二億倍金 竟然會追加第二億倍金啊 這個當然在審計單位裡面的前者 跟你沒有關係啊 竟然會動用 不是動用第二億倍金 是齁 追加第二億倍金啊 第二億倍金要使用是何等的這種嚴謹啊 對不對 要非常 要非常齁 狀況的時候 緊急狀況的時候 集團救助的時候才能去動用 第一倍金到第二億倍金才能去動用 對不對 現在 連第二億倍金都可以追加減預算 都可以追加減預算 某些鄉政市裡面 現在也沒有什麼災害 八八水災也沒有災害 在北部裡面的鄉政市裡面也沒有災害 竟然可以動用 可以再追加減第二億倍金四千多萬 第二億倍金五千多萬 這 行政主要會中立啦 對不對 他不能用他的行政資源 事實上他早就用他的行政資源了 我問 我就可以這麼解釋 不能用動用行政資源 就是說他一定是從事一個公共的事務上 可是不能用動用行政資源 從事有關各種黨務的活動 這我一定要呈現 那第二更 講得比較 這個想得比較快啦 做得比較困難 說真的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接近 想得會很單純 執行會很困難 所以以後執行我們成立的審議委員會 一定要做個解釋 這樣 我現在再問你 你現在 我剛剛看到你這個 我們自己操作的這個基金裡面 有賺了五百多億嘛 對不對 有賺了五百多億嘛 對 那委託人家代操的啊 這兩個加起來五百多一樣 對啊 沒有啊 有代操的 我看一下 我剛剛稍微從那個布置裡面 看一下 委託人家代操的 有虧損三十億的 虧損二十幾億的 虧損幾億的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形啊 因為委託代操 當時實際上 我們在前面幾批的委外 當時委託的十點 當時MSCI 當時都三千七百 三千六百點 現在目前 MSCI 現在就是國際的 有關 有關那個 就是 蒙斯丹利 沒有沒有沒有 他現在大概只有兩千七百點 說說現在目前 沒有這個解釋 這個解釋 他會虧損 互三十 互三十 互二十的 所以九十億 變成七十億 然後這個五十億 變成多少億 就是以實現的 這等於是代操那一些 那一些等於都沒有 沒有上來 完全沒有上來 九十億了 三十億了 七十億了二十億 到現在還在虧 七十億還虧了二十億 九十億 三十億 對不對 那這個沒有道理 所以你這個要謹慎一下 到底為什麼會虧損 代操的部分為什麼會虧損 剛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以往當時 在投入的時候 當時的股價 是比較高的時候 所以當時股價 在去的金融風暴以後 像在美國他們股價 下跌40% 所有他們的淨值就減少 所以淨值減少掉了 那現在目前金融風暴以後 他們淨值減少 那今年世界各國基金慢慢復甦 所以它淨值減少 速度減少 現在基金縮小 還是 還是 正的已經超過一半 現在基金正的已經超過一半 虧損百分之十幾的 基金虧損百分之十幾的 已經齁 差不多百分之八十以上 我們的基金還虧損了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二十幾 這個就有問題 這個操作的人就有問題 你知道 這個操作的人就有問題 國外的委託案子 現目前它付出比較慢 我在這個地方 我在這個地方 只是就這一點 提醒一下 我們自己賺了五百多億 結果委託人家代操的 虧損了百分之二十三十 我在這個地方只是提醒一下 我不希望把這個時間 那個浪費在這個地方 但是我只是提醒一下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請這個 這個楊部長 請楊部長 楊部長 我昨天聽到一個 是 一個這個 信息非常好 他給我的這種觀念 是 我們公務人員 應該要 要有這種觀念 他說 退休 我們現在鼓勵退休 鼓勵退休對不對 就滿五十歲嘛 連資二十五年 連資二十五年 然後 這個 滿五十歲 就可以申請退休了嘛 是 滿三十歲就可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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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受他的這個 這些 這個條件 昨天這個人 突然跟我講 我 恍然到 真的是這樣子 退休 退休一個公務人員 等於是政府多養的一個公務人員 退休一個公務人員 等於是政府多養的一個公務人員 為什麼 你現在鼓勵五十歲退休 我們新進的一個進來對不對 對 二十五 滿二十五年 或者是滿十年 滿 滿這個五十歲的 都可以退休了 他都可以退休了 那他們領的那一些退休金 這個 優退 二十五年優退 三十年可以優退 那這個優退的時候 他的 他的 他不要去 去 上班 結果他的薪水 比他的 比他的 領的這個優退的 這一些 比他的薪水還要高 我們 又要增加一個人進來 結果退了一個 增加一個公務人員進來 增加一個政府的負擔嘛 對不對 所以退一個 就增加政府一個負擔 退一個 增加一個負擔 退一個增加一個負擔 所以你這個政策 到底對不對 我現在看不出來 你要長時間去看的話 這非常可怕喔 你鼓勵五十歲就退休 五十歲 像我們 你都 都幾歲了 對不對 五十歲 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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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他退休 你請他退休 退休給他退休 退休了以後 然後 再新進一個進來 又是公務人員 他又要領公家的這個 這個公堂 他五十歲是可以退休 但是不見得說 每一個人都五十歲退休了 對不見得每一個 但是你如果以目前的政策來講的話 這種做法 事實上是增加政府的負擔 對政府喔 你說精簡 政府人事精簡 一點幫助都沒有 反而是增加政府的負擔 我這樣講呢 你這樣解釋應該很清楚 我聽得懂 聽得懂嘛 對 是不是有這種情形 會不會發生 確實是有 因為這是過去這個退休啊 他是認為是延遲給付的薪資 就是說他 這個 退休以後呢 政府還是必須要付給他這個薪資嘛 那這只是延期只付 對啊 那現在這個 那等於退休一個 增加一個的負擔 那現在是用那個儲金制的 對啊 政府為什麼會做這種政策出來 然後增加政府的負擔 而且還 我們自己還非常高興說 我們這個規劃是對的 我們這個規劃 現在已經有一些改變 現在用儲金制了 不再像過去說是這個N幾次 所以這個整個制度上是已經改變了 就自己要付這個部分的 這個等於是 自己付 但是你自己再怎麼樣子付都不公平啦 說真的都不會達到這種做法 都不會減少政府的這個負擔啦 還是增加政府的負擔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特別提醒一下 這個政策你應該去修改一下 另外有一點 這個部分可能要 這個 全序部長的修改 全序部長的修改 考選部沒辦法修改 那你修改 你認為有必要修改的話 你就把這個案提出來 你們可以把這個提案出來 送給全序部 政府你們全序部就要提案出來 那我們考選部大概只負責考試 對啊 你們就要拿出來 那我在考選部的部分 就叫一下 健保局 說真的 我們現在 這個可能要用一般的高補考 不可以 健保局那些 我們當時這個修法 結果健保局我們把它 這個成為公務單位 公務單位 那有經過高補考任職的 他們就說繼續 繼續就是在健保局裡面 他還是隸屬公務人員 還是公務人員 變回來公務人員 因為他原來是高補考的 他現在又變回來公務人員 那當然沒問題 那那一些原來的這個 約聘僱的能點 他本身變成說 我們當時給他的這個條件 就是說 希望 到他們這個離職 就是說 這個退休 離職為止 離職為止 但是他們現在也在 也在爭取 我認為說他們爭取有理 爭取為什麼有理 原來他在健保局的時候 他們可以享受的 他們健保局裡面 所受的這個待遇 跟他們回歸公務單位 公務單位裡面的待遇 完全不一樣 是 完全不一樣 我們是不是能夠政府 為了公平起見 是不是在這個 為他們 你剛剛說 這個水利保持局 水利保持局 水土保持局 跟這個水利局 要舉辦一個特考 就是他們的這個 這個水土保持 跟這個水利局的這個觀念 這個觀念 要不是舉辦這個特考 那就這些 業聘僱人員 他本來 他們對業務的性質 都非常的熟悉 非常的老練 非常的熟悉 經驗也非常的豐富 是不是 這些人 也能夠為他們 舉辦一個特考 專門為他們 舉辦一個特考 當然高補考不行嘛 就舉辦一個特別的這個考試 如果他們 能夠考上的話 那麼他們 也能夠 成為這個 公務人員 這個我們 能不能做到 我想那個 考試當然 我們 我剛剛特別提到 當國家需要的時候 我們來考試 沒有問題 但是不能夠只 針對他們來考 所以我剛剛特別提到 不是針對他們來考嗎 我們現在不是你剛剛提到說 水土保持級跟水利級 要舉辦特別考試嗎 對但是那個 應考人士所有的人都可以來報名 因為他們是一個技術人員 對不對 技考 技術人員的特考 那這個也可以把它列入一個技術人員的特考 因為他本身也是一個 勞保 他們的健保 健保他們本身也是醫療技術嘛 醫療 醫療管理的這個技術 是不是能夠把它結合在一起 這個給他們一個特別 就是說這個技術人員的特考 也為他們一起來舉辦 我想兩個部分來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國家有需求的時候 需要辦考試 我們願意來辦 但是第二個呢 就是說應考的對象 不能夠只針對著 已經在健保局服務的這些人 原則上應考人 他必須要對外來開放 就是所有的 有資格的願意來考的 他都能夠來考 我們不能夠針對特定的對象 我知道 那考不考 那就不要講了嘛 那個就是 特考了嘛 因為要一起公開 公開高補考 等於是 是全面性的 跟他們 我現在跟你講的 是不一樣的嘛 我是說 請你是不是 能夠為這些人 來 讓他們特別舉辦一個特考 讓他們 因為他們有他們專業的知識 跟他們豐富的知識 所以為他們 不要浪費這些人才 其實他們 已經累積了他們的經驗 他們已經在這個 健保裡面是一個人才的嘛 對不對 他們有專業素質 專業的這個人才在 是不是能夠為他們 舉辦一個特考 專業人員轉公務人員 應該另外一種方式是 專業人員轉公務人員 那種方式可能更恰當一點 那專業人員轉公務人員 那你可以 我們有相關的規定 你要怎麼樣認定 他們是專業人員 專業人員 他必須要經過我們的專業考試 那就是專業考試 那你就 那你就舉辦一個專業考試 讓他們去考 他如果已經有了 他就不必考了 他直接就可以專業工人員 他們如果說現在沒有的嘛 對不對 他們是業聘雇的 那既然這樣的話 可以從專業人員 去舉辦一個專業考試 來讓他們 我了解那個 我們前序部 招募長要點頭就可以了 我了解委員的意思是 希望這些好的人才能夠繼續留下來 對 沒有錯 也能夠對他們權益 能夠有所反應 這個部分我想這樣好不好 我來跟全序部跟人事行政局來協商 一種方式來幫他們忙 好的人才能夠留下來 這是我們願意的 他們已經有長期的豐富經驗 對不對 專業經驗 豐富經驗 所以不要浪費人才 說真的不要太浪費人才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考慮到 就是考試的公平性 像你現在 我今天跟你講到五十歲的事情 其實五十歲退休 浪費人才 真的 五十歲是經驗最豐富的時候 各方面都是最成熟的年齡 你讓他們退休了以後是浪費公務 浪費公務人才 對不對 吳委員為這個人才的部分 這麼盡心盡力 我們特別感謝 非常謝謝 謝謝